社務委員您好 署長好 日月光張董事長 他是全球富人排行榜 名勢非常高的 身價五百多億 日月光公司 他是全球第一大半導體車封的大廠 他這一次我看到做了統計計算 這從2009年到現在啊被處罰了25次啊 裁罰金額啊才325萬元而已 造成台灣的土地的污染 河川的污染 農作的污染 不盡其數啊 署長你知不知道 張董事長他有一個小三 我對他個人完全沒認識 好聚報仔啊 他有一個小三姓方 一個月啊 給一百萬 這一百萬呢 我看不包含刷卡啦 不包含其他開銷啦 一百萬啦 連 這種廢水處理都沒有處理好 他來偷排放廢水 蓋一座廢水處理廠 如果好好的來整理 需要多少錢 我看張宗摩先生啊 他來蓋一個廢水處理廠 花了二十幾億啊 弄完之後就一切非常好啦 那麼有錢 還包小三只給一百萬 竟然沒有辦法來對於社會啊 擅盡責任 非常令人遺憾 這個是真的是 台灣這種大廠 全世界第一名的大廠 搞這種事情啊 這個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心 勞工啊 他總共僱用一萬九千 一萬九千名勞工 兩千名外籍勞工啊 對於環境的污染啊 我們 國家呢 每一個月 每一年啊 有關租稅優惠六億 這五年來啊 三十億了 國家的這個這個 所有優惠都給他散盡社會責任啊 有很多的媒體在講 說啊 署長運不起來 署長對於日月光啊 沒有態度 但是我相信啊 署長是有態度 因為外面還大家還質疑說啊 署長你的態度是說啊 讓他不要停工 啊 讓他繼續經營 署長你可不可以再 講一次啊 對於日月光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在第二年我們就發了新聞稿 昨天報紙也看見 我們是肯定高雄市環保局的作為 要要求他 不但是說他要嚴懲命令停工 我們希望其他縣市也比照這樣去辦理 所以你對日月光的態度是立即停工嗎 是 證據如果確鑿的話 因為我們不知道現場我不曉得他的證據 從幾個證據顯示出來 今天熊檢已經過去了嘛 下午啊 已經確認 這裡頭也就是 他的水表被動過水表嘛 他的一些相關的這個 這個排放水的水表 或者是流劑量的部分他是有作假的 因為我知道在工業區裡面有工業 工業區的廢水處理中心 日月光他是不是自己成立廢水處理廠的 是不是 他自己處理 自己處理 所以他的一些所有的相關的數據 是我們要跟他調才有嗎 我們可以要求他必須提供 那如果他提供假的呢 假的話我們會有我們的處罰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這個這個廠商啊 我覺得是這不誠實 嗯 這有問題啊 這個當然我們也知道 這個家公司因為我覺得 困難在於他技術沒有提升 技術沒有轉型啦 用啊 壓榨勞工的方式 用啊 剝削環境的方式 利用台灣的低租稅 來創造獲利的 當外面的情境發生變化的時候 他就啊 開始一樣 混餐餐委 假照 假照數據 然後呢 偷偷的排放 這個 這個是要不得啊 我覺得日月光作為一個半導體的全世界大廠 如果 環保署對這個廠沒有一個態度 非常堅硬的態度的話 大家喔 有樣學樣啦 就像說 米 混餐餐委 WTO開放之後 很多的外國米進到台灣來 農糧薯 沒有好好的 來加以整頓啊 導致 這些山水米 金順米全世界全台灣 處一處二大的 全部在亂搞 上面搞下面也亂搞啊 這個東西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不得 是 是的 那麼 對於剛才有委員提到啊 在整個 譬如說像這種大廠 在很多電腦啊 在做相關的連線上 你們 有沒有辦法來克服啊 我覺得 大廠絕對不是問題啦 我們要求他說 改成素未化的東西 應該不是問題啊 如果說他能夠同步來監測啊 是 地方的這個環保署 也有相關的資料啊 如果說他們 我看呢 也不需要補助了 都賺那麼多錢呢 還包小三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補助 要求他要裝什麼樣規格的一些設備啊 依法是有權利要求的 善待勞工啊 如果好好的善待啊 善待家人好好的善待啊 都會善待整個環境的啦 都會比較誠實啦 這個不誠實就是 永遠不誠實了啊 是OK好謝謝 好謝謝吳議員吳委員啊 剛好是四點啊 我們就要現在先去